北京时间1月14日晚间 CBA常规赛第22轮 吉林队103比102绝杀深圳 最后一攻 琼斯抛头不尽 球弹框而出 将与新0.07秒前场篮板点强补篮完成绝杀 第一节 相对来说 比分咬得很紧 吉林队33比29领先深圳4分 第二节 吉林队连续得分 深圳陷入得分荒 分差最大的时候达到了19分 吉林63比44领先 此后 深圳队开始疯狂反扑 从上半场最后阶段顾全上篮命中 到第三节结束 深圳队已经把分差缩小到了3分 77-80 最后一节 荣子锋上篮 贺西宁抛头 深圳迅速反超比分 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 士气大阵的深圳队 看似已经不可阻挡 领先优势一度达到了7分 不过 吉林队却及时觉醒 中场前4分钟 中成3分命中 吉林队93比91 又反超了回来 两队拼到最后一刻 顾全上篮打进 深圳100比99反超 琼斯抛头打进 吉林101比100 再次反超回来 萨林杰后仰出手命中 深圳102-101吉林 最后一攻 琼斯抛头弹框而出 江宇星腾空而起点 抢前场篮板 中场前0.07秒 篮球出手 压哨绝杀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太刺激了 深圳最多落后了19分 却一度在末节完成反超 吉林队重振旗鼓 与对手咬到了最后一刻 最终 整个CBA最擅长绝杀的深圳队 被吉林队绝杀 CBA奇迹一战 被绝杀 深圳队主帅邱彪瞬间实话 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外 深圳队多人露出了极其遗憾的神情 顾全更是直接趴在了广告板上 吉林队这边 则是陷入疯狂 绝杀功臣江宇星 与队友们机长拥抱壮胸庆祝 篮球场上的悲喜两重天 在本场CBA常规赛上演